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写了之后再来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一些 打开这个地方撇了把它打开 这样的这是这个全字 副帽 就是说简单来说就像人 他戴了一个帽子一样 他把下方的这个字给盖住了 就是说字之上大者必负 帽其下 这个人字头就是这样的 要把下方的这个字要给盖住 要收敛 要照住下方的部分 这里是这个全字 这里就是说撇了 要打开要舒展 当然也有很多 比方说这个宝盖头他也是 他也是把下方的字呢 也给盖住了 这是全字 整个字呢 他不可偏 他基本上都在中间的 他是平分的 大概是 我们来单独讲解一下这个字 好 这个字呢 撇了 打开 这个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 这个角度大约是四十五 但是要注意撇低那高 一个字呢 撇了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下方有字有笔画 就是撇在下方 那在上方 没有字没有笔画 就是那在下方 撇在上方 王字 三个横 扛肩上下的距离 大致是相等的 而且这个王字的角度 这里的角度 这里的角度和这里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在写横的时候 我们的横 单独写这个横 这样 单独在写横的时候 这个角度大约是四十五度 但是呢 我们一个字里面有很多横的时候 他们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包括这里也是一样 它的角度不一样 好 这个拳字 撇了打开 注意这个撇的头 近度 尾都要填出来 那 这个地方这里面 这是一个圆 很多书有的写这个撇的时候 它直接拉来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九十度 但是呢 它是一个直角 我们的写这个撇的时候 这里面回一下 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这个拳字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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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